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友谊说二 一个奔走在娱乐前线的吃瓜少女 最近的热搜可以说是很热闹了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毫无焦急的 纳因和杨子会交织在一起 而且还会是这样一个 看起来火药味十足的热搜 不过细想一下既是意料之外 又是情理之中 纳因是出道很多年的前辈了 一直以来也是心直口快的典型 杨子也是大大咧咧的小花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却被疑似卷入了不合的传闻 杨子和纳因因为一档 贪案综艺聚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上了一档叫 萌贪贪贪案的综艺 这综艺形式和明星大侦探有点类似 都是剧本杀抓卧底 只不过就是背景和人物说定 都是根据某部剧或者电影搭建的 漩涡中心就从这里开始 最近纳因就发了一条 关于节目宣传的微博 结果评论区都是杨子粉丝在骂他 说他在节目中故意针对杨子 双标恶毒之类的 一次是因为纳因在节目中和杨子的互动 让杨子粉丝觉得纳因在针对杨子 作为现在当红的流量小花 无数观众面前 难道纳因真的欺负杨子了吗 很多人表示挺疑惑的 都是这么多年的娱乐圈老油条了 真的在镜头前就会表现出不合 不是节目组的剧本吗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在最新一期的结尾 粉丝发现纳因对着杨子就踢了一脚 就是这一个镜头引发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疑惑到 纳因是在欺负杨子吗 因为在之前就有迹可循 纳因多次表现出对杨子的不喜欢 在知道杨子饰演家有儿女的小女孩时 纳因就拍了杨子几下 也许是力道有点大了 杨子就连人带椅子 就向另一边倒下去 这时候杨子笑着说了一句 娜姐这劲儿也太大了 于是纳因三巴掌 拍飞杨子的词条就这样上了热搜 后来因为杨子在节目里表现得很好 作为卧底骗过了所有人 大家都没有想到他居然才是那个卧底 纳因知道结果的时候就很生气 甚至还对杨子说了句 你这个坏人不得好死 但是呢就是这句话 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杨子粉丝指责纳因狠毒 欺负人 以老卖老 但也有网友重新放慢那个视频后发现 纳因其实并没有提到杨子 网上说的什么纳因把杨子 踢得颤颤巍巍的通稿 根本是名副其实 其实就连衣服都没有碰到 至于那句不得好死的话 后来发现是杨子自己说的 不过纳因不喜欢杨子 很多人表示节目里有很多迹象 因为纳因就是那种藏不住话的人 而且因为这么多年大姐大惯了 不喜欢谁都有资本可以让她直接说出来 有人说纳因是入戏太深 如果这样岂不是侧面证明 纳因游戏玩的太认真 那同样认真玩游戏的且尊重游戏规则的杨子 又何错只有呢 杨子的粉丝们也纷纷叫屈 杨子现在怎么着也算 当红小花女流量 在节目上当众被纳因这么对待 还爱于对方是老前辈必须忍着捧着 各种做小福底 频频道歉 杨子粉丝确实是已经气得义愤填膺了 再说这也不是一两次了 孙亚轩玩的好就是聪明 到了杨子那就变成了心机身 粉丝说这明显的就是双标啊 而且就连杨迪都看出来了 纳因说杨子不好惹不相信他 然后杨迪接着说了一句 也看他不顺眼 纳因就翻了个白眼 一桩桩一件件 显然让杨子有些无所适从 他却不得不用笑容把尴尬的场面圆过去 后来的节目发布会上 纳因主动向杨子道了歉 第一期开始我就恨上他了 我太入戏了 我天天回去我就恨他 且不论两人私底下真实关系到底如何 是否真实入戏太深 也不管是不是台本 这样都是有些令人不舒服的 就连一串的事儿加到一起 才终于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有网友觉得综艺而已 没必要这么较真 都是节目效果 但有网友觉得 纳因这就是在遗老卖老 欺负年轻一人 网友们会觉得纳因不尊重人 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纳因一直以来的人设就是这样的 有人说他这种性格 网好听了说是直爽 网难听了说就是情商太低 不懂得怎么尊重人了 之前纳因就因为自己的心直口快的语言和动作 引起过不少争议 比如前段时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里 纳因就是经常语出惊人 第一期的时候他对着来打招呼的李菲儿和张欣宇 上来就是一句你俩谁啊 节目效果确实是有了 但难免有些不尊重别人 评价别人的表演时也是几枚弄言的模仿 给人的观感的确挺不好的 刀狼和纳因的恩怨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之前刀狼因为一首2002年第一场雪 红遍大江南北 也因此被推荐入选十年影响力歌手 很多观众和乐评人都觉得刀狼配得上 可纳因却极力反对 甚至有传言说 他曾经对人说 在KTV点刀狼歌的人都是农民这样过分的话 纳因和林志玲之间也发生过一件事 那就是一场慈善晚会 林志玲拿着酒跟纳因打招呼 他饥完酒之后纳因就把自己的酒喝了 却发现林志玲没有喝酒就生气了 还开始注文林志玲 经纪人联邦解释到林志玲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结果纳因就一句话 你闭嘴 并威胁道 林志玲你可是在北京 你不喝的下场是什么 林志玲迫于无奈只能喝了一点 结果当晚脸上就起了一片红震 有网友表示直率和尊重人并不是对立的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纳因与杨子这件事也是被网友翻出了很多陈年旧事 不过事情发展到最后 杨子纳因两个人其实都有损失 杨子的口碑这两年也下降了不少 所以这件事情一出 也有不少人表示 杨子习惯了卖惨发通告 把自己置于受害方的地位 然后卖惨 由此质疑除了是纳因并没有真的踢杨子以外 网上也出现了不少杨子被纳因踢得颤颤巍巍的通告 而且之前杨子的一系列操作也败坏了很多口碑 清云制发布会累撒现场 当时很多人都指责赵丽颖欺负杨子 说赵丽颖不接杨子的话筒 还有亲爱的客栈杨子上总已直接说出梦见 男朋友出轨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网友说的梦里见三 秦俊杰与张学盈因为胡辣汤事件 到现在也没翻身 即使张学盈有张子怡的力捧 但失去的口碑是怎么也补不回来了 更别说杨子多次的手滑事件了 很多网友表示 现在大家都说赵露丝说话的次数太多 但其实赵露丝跟杨子比还是差了一大截的 不过另一个角度想 能混到流量花的位置的 每一个都是心风雪雪的存在 杨子纳因的热度这么大 有其实也就是因为一句话 言多必失 今年五一档血头大锅内容的综艺 五十里桃花屋 又类似的情节 梦子一几次三番 让新一代名嘴郭麒麟下不来台 在车上郭麒麟无意间发现 自己和身边孟子一副配色相近 就提了一嘴 结果孟子一警惕地问道 你不是要和我吵CP吧 郭麒麟牙口无言向怼回去 话到嘴边想象还是算了 没在接话茬 孟子一又宠溺地喊了一声臭弟弟 今年这些综艺频频出现这么多 急紧尴尬的事情 也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节目走流程 走台奔 然后故意博眼球 俗话说 城门是火 殃及吃雨 一个天后跟一个顶流花的矛盾 自然会吸引不少的注意力 大家为此各输己见 但怎么说呢 梧桐的综艺像是一把双刃剑 从来不缺曝光量和话题度 但是在节目中 有一点没做好的地方也会被放大 一档综艺一场游戏 还望嘉宾们不要上头 理智对待每一场游戏 现在杨子跟娜依也已经出来秀和好了 还说要一起组队破了外界传闻 大家也就不用再揣测了 两人已经你好我好大家好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